最重要最后可能最难的就是全部新增 全部新增和新增到网方 那网方的部分会有那个什么网路上的那个权限设定 所以特别注意我的习惯是从这右下角这边按右键 然后呢可以去什么 这个记得是从这边变更设定 把这个保护关闭一下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关闭的时候 其实变成说也是漏洞的可能性开始 那其实基本上SS它本身就定位就不是要你用网路这样分享 它其实就是其实它也是属于资料库 可是它比较偏重是单机的资料库 OK所以你要做远端的 尽可能的还是看看挑那个像什么SQL Server 或者是Oracle那种大型的资料库 可是这种大型资料库有个问题 就是非常的贵 尤其是Oracle真的贵到一个不行 但是很多那种像最少竹科是几乎每一家都用 不过现在好像因为景气不好 用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Oracle其实价钱不便宜 那要不就是选择像微软的SQL Server OK用的也不算太少 那可是如果说你们公司规模不大 而且你们老板也不想花钱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可以用什么呢 在我那个云端上面 我有放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就叫做MySQL 这个MySQL它也是可以做远端的 而且它是一个所谓的自由软体 那自由软体意思就是说 其实甚至你非商业用途的话 是完全免费的 前提是非商业用途 但是怎么决定 你是不是做商业用途呢 其实由谁来决定呢 由你自己决定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它不是商业用途的话 那就是免费了 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 当然 所以这个定义很难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公司 都把它定位成非商业用途 OK 那就可以拿它来做什么 网路连线 而且拿它来甚至取代SS 那这样的话SS就可以不用买 也可以用了 只是说 基本上它的使用上呢 还是会比SS来的困难一些些 可是我觉得啦 如果用到熟的话 也不不太 我觉得还是OK 而且它基本上可以拿来 拿它来架设 那个资料库的伺服器喔 它的作用还当然喔 还不是只有 这些小型使用 大型来使用也都不会问题 至于怎么使用的方法 因为我们三 如果把这个全部讲完可能会花蛮多时间的 所以我大概把重点提示一下 那我demo一下给各位知道一下 那你们反正回去自己试试看 应该也不难啦 因为我在那个我的部落格上面也有一系列 关于买Seql与PHP啦 它其实就是跟另外一个PHP做搭配的 那我是把我们这个课程刚好有牵涉到资料过 我觉得可以把它独立出来看待 那它基本上喔 它的功能喔 还有它的使用上面绝对也不会输给像Seql server或Oracle 但是它就是一个所谓的自由软体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使用 第一个啦 当然你就安装 那它必须要藉由一个叫PHPMyAdmin的一个管理工具 去使用它 不然的话你可能用图形化界面 用类似像DOS下面跟它沟通打指令 所以如果你不用DOS打指令的话 那你必须要安装那个 就是一个叫SAMP的一个套件 那这个安装的方法就很简单了 解压说 等一下的话你们照云端上面找一下 这个其实不难找 我有把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帮各位整理 在问题01里面 这边有个叫SAMP SAMPP这一个东西 那你可以把它解压说到那个 低点底下 那做几件事情 它就完成了 那它的大小大概139Mbps 所以你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才能把它下载下来 诶 不过我们这边动这边实在太快了 OK把它开起来 然后把它怎样就是 这个地方把它解压说 放到低点好了 也就是我在我的电脑里面我看一下是不是下载到这里 然后呢先把它 放到低点底下 最好是低点啦 OK 那如果其他记得解压说的时候就是按右键 把它解压说字词就可以 记得它的根目的就是它的目录里面不要有中文字 OK这个是关键 如果有中文字的话会造成它无法安装 而且会安装失败 那大概有几个动作 一个是web server 网站的伺服器 一个myseql是资料库的伺服器 所以基本上我们拿它来这边 现在用了有点大材小用 其实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里面的话 可能要稍微设定一下安全性 安全性设定部分的话 因为它的那个 就是管理者的账号是root 那它的那个密码部分预设是空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设定密码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入侵 所以基本上要修改它的那个密码 那修改的方式的话 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连结 这边有一个 这个连结 你把它点进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请输入密码的地方 你把密码输入上去 就完成那个 这边密码 就是 新增一个密码 1234 1234 然后呢 按一下那个password 圈群 把它改一下 那怎么建立资料库 其实我上一周讲过 SS里面的一样是需要 先建一个资料库 再建一个资料表 里面的话有五个栏位 所以呢 我们在那个myseql里面一样 用这个东西 phgmyadmin去管理它 因为如果说 你不用这个管理工具 你要自己下那个 就是 指令的话 其实非常的 困难 OK 所以我们就建了一个 那个sample 然后去管理它 建一个什么 资料库 所以 问题 只是差别就是说 最重要是这个 你的编码方式 记得用utf8 这一个 因为如果你不用utf8的话 可能会有乱码的问题 那现在呢 大部分的资料库 绝大部分的资料 都是用utf8 unicode来储存 所以这个地方你把它建立之后 然后在建立资料库之后里面建一个资料表 就要问题一 蓝数的话有五蓝 那分别把上个礼拜的这个 总共有五个蓝位 分别加上去 那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我们身高 跟性别 身高跟性别 是文字 其他的话呢 都是 数字 所以你只要改 改这个 这个图 有点小一点点 把它放大一下看一下 也就是说 只有姓名是vatcha 性别也是vatcha 那长度的话 大概10跟5 不过如果姓名怕说 会有那种很长的 你大概加个26 能够长 尽量 能够多加一点 没有关系 这个数字的话 就是它的长度 其他都用int好了 那做个除存之后 你就可以跟 这个MySQL沟通 沟通的方式一样 是用 Seql语法 一模一样其他都一样 那你就可以连线 跟它沟通之后 就可以把资料丢到MySQL 那其他人怎么存取呢 就是用 丢是用insert into 查的话用slate 又可以把它查回来 所以后面的话 我会有个demo 就是说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有没有办法 把eSale 这个是上个礼拜那个范例 新增单笔看看 可不可以过 可以过的话 那就新增全部 再把资料 旧的资料删完 就是说呢 我们先做几个练习 就是把这一笔 丢到那个MySQL OK之后 再整个丢过去 整个丢过去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些全部删掉 再从它 再把它倒回来 倒回来这里 然后再把这边的资料删掉 所以会有 五个按钮 主要是练习这些 如果这些你都可以的话 反正丢过去 抓回来 那其实大概大体上我想 基本可以满足 大部分的那个使用需求 那也就是说你不只是说你自己可以 放在这里啦 其他也可以 OK 而且 比较不用去设定什么网方啦 什么那些 有的没的 你只要把这一台 就是这边的电脑 其中一台电脑 装了MySQL 就可以了 其他你就可以把资料丢过来 这样应该会更简单的 就是说 前面的部分可能会稍微 麻烦一点点 后面应该就简单的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 我大概让一下 接下来就是第1个 请你去下载那个 我们网路上那个 SAMP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解压缩到 记得解压缩到 词 然后不要有中文目录 所以我把它解出来了 解压按右键 解压缩字 不要选这个 不然他会多个目录 然后呢 打开来之后呢 你只要做几件事 这个目录里面呢先做安装 Setup 再做 开启 那你的 Server 就弄起来了 所以 那只要记得不要做错 因为做错很麻烦 就是 要 把它改回来 可能要花更多 力气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解出来 然后Setup 他问你要不要执行 执行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他正在跑 请你等待一下 理论上 理论 一定会看到这个 Head Fund 其实Head Fund 就表示说你是OK成功了 但是如果不是Head Fund 那表示你做错了 不过像我是觉得 我大概 基本上每次做都是Head Fund 可是奇怪 每次 就是会有同学出现那个 什么奇奇怪的状况 都有可能发生 有时候可能 一个小书 记得放根目录 等一下练习 一律放低叠好了 你不要放那个 像之前有同学 明明跟他讲说 不要放在中文目录里面 他就 他可能习惯了 就先丢到他的随声碟 随声 不然的话 有同学习惯放桌面 桌面 前面的目录 本来就叫桌面 桌面两个字 也是中文的 因为他就是跟中文目录 八字不合 所以 就 亂不起来 亂不起来就出错了 OK 所以第一个请注意 你就把它放在低叠底下这里 然后执行那个 setup 之后会出现 head放 第一步你完成的 第二步执行这个 这有三个 执行最下面 没看错 执行他 Web server先启动一下 OK 他跳起来之后 会防火墙 等大概几秒钟 会有跳 防火墙 有些电脑会跳 不过这一台 是没有跳 防火墙警告 因为我现在存取是 那个 80跟443的Pol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要跳那个 防火墙的警告 如果你有跳 请你按允许 不然的话他会 挡掉了 挡掉就是不能通讯 OK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们这一边已经 预设把它关掉 怎么样 好那我的Web server打开了 再来是MySQL MySQL把它start一下 这个时候呢 他走3306Pol 也可以了 不过如果你们等下看到那个 也是防火墙 记得要允许 否则的话呢 他会把它挡下来 那启动了我们这个 就是 MySQL 之后 记得呢 第1个 这边有两个admin admin 管理的意思 那我要管理这个server Apache 请你先点上面这个 进来之后呢 他会出现有各国语系 有中文的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用英文的 为什么 因为用中文 第一层进去 是不会乱码 可是再进去呢 这边有个 Security 进来就变乱码 所以我建议你用英文算了 比较不会有问题 也许你这边可以改这个English Security 一样嘛 那建议这个地方呢 先把密码先改变 密码是MySQL的密码 OK 更改的方法 请在下面是不是有个超连结 就是这个 点击他 他会出现 请你增加 你的管理者 就是论者 那你的密码是什么呢 1234 如果你 不知道设定什么 你就设定跟我一样 先 OK 1234 不要乱设定 太奇怪的 到时候你如果也 不知道你设定什么 其实也不会有人会知道 因为这是你设定的 常常会有同学 就是他密码忘记了 他会跑来找我 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OK 也有软体是可以 假设你密码忘记 他还是可以 把它扩解掉 但是请注意 如果你是那个Excel 就是 那个 2003以前的版本 很好扩解 因为他好像是32位元的 那个还是16位元的 可是如果你是2007以后的 那很麻烦 因为他是128bit 所以你即便要乱try 也要花很多时间 OK 这边的话 我用1234 按Change Password Change OK Change完之后呢 你再回到 我刚刚的地方 你会发现 这边本来是红色的 它变成 绿色的 因为我主要是改什么 MySQL的管理者的 那个 Password OK这个应该OK的 然后在 PHPMyAdmin 的Password 这个PHPMyAdmin 是指的是 我要管理 MySQL的一个 界面 那这个界面怎么启动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回到 底下这边 这个完成的 再完成这个 点击进去 这个时候 他会出现说 欢迎使用 PHPMyAdmin 那这个 这个做什么用呢 他就是为了 管理 MySQL而设的 OK 那他是用 网页的形式 去管理 MySQL OK 所以 跟那个 SS 不大 SS是一个 四窗的 那这个是 一个web 一个 网页形态 那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这边第1个 输入他的 帐号 root 密码的话就是 1234 OK 应该没问题吧 执行一下 好 那这要不要 储存 储存好了 OK 反正正比 因为没什么东西 那再来就是 资料一个 增加一个资料库 增加一个资料表 增加5栏位 这个资料库 就完工了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再测试 从 如何把资料 写到 MySQL里面 写过来之后 再 把资料 旧的资料删掉 再从MySQL抓资料 可以写 过来 也可以 再读回去 双向的 那基本上我想 以后如果你有需要用到 资料库的话 你就可以不见得一定使用SS 其实你使用这个反而更厉害 因为他的 他本来就是定位给 整个 整个网络 环境使用 SS不是 SS主要是用单机上 所以当然如果我们 用SS 可能问题 会比较多一些些 那怎么使用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相关的画面 如果说你刚刚呢 有一点点 跟不太上的话 请注意看一下 我在那个 表单01这里面 问题01 云端白板里面 有没有 问题01里面 这边有一个 MySQL的程式 你把它打开来 请你按照这个流程 1 解压缩到低点 执行这个 OK 然后呢 这个 跟这个 注意防火墙要打开 再来 admin 修改那个 就是密码 这个是 进入 管理界面 OK完成了 后面的话 怎么怎么做了 就这里 如果 你可以照着图 按图锁记一下 密码改一下 好 那后面等下再来看 如何新增 MySQL的资料库 跟资料表 还有五个栏位的资料 好来 画面先还给注意一下 那我是觉得 这个MySQL 基本上对于 台湾中 中 企业上面用 我觉得是还蛮合适的 而且他其实 不需要花几分钟 环境就run起来了 这个比用那个 SQL Server 或Oracle 简单太多了 那你说他处理大量资料 会差很多吗 基本上不会 而且甚至 他的效能上面 还不会输给 那个 那两个 刚提的那个资料库 所以基本上 这个MySQL 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蛮OK的 基本上如果说你们公司 没有买那个SS授权的话 其实或或许 你也可以 看看用这种方式来完成 OK 试一下 那刚刚的东西 你只要开启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问题01 问题01里面的表单设计 我都把它放在那个里面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